本港失业率持续上升 不过楼市仍然暢黄 有早前被裁员的机仓服务员 近期转职做地产代理 不过持牌代理人数高企 有业界就担心加剧了行业的竞争 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 我都是无机去飞 在那段时间 其实我也有想过转工的念头 最后旧公司帮我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它最后也有一个大型的裁员潮 我很不幸成为其中一位 全球性的疫情重创航空业 从事机仓服务员十多年的Wilson 被迫落地投身地产业 除了收入没有以前那么高 Wilson最不习惯是工作模式的转变 每天都要招呼 会被人剪线 或者星期六日就要去一些一手的楼盘 要他站街要去宣传单张 或者去导人去看楼 这些都是日晒月囊的 而且都要厚住面皮的 以前可能是一个奉务性行业 不需要去抛头露面 现在全部都要去面对 虽然本港失业率升到多年新高 不过根据地监局的数字 持牌代理去年年底亦是创新高之后 仍然停留在四万人以上 就算业内人士预期 今年楼市交投将会反弹两成 到百万多宗 不过每个持牌代理 全年平均只分到两宗成交 竞争非常激烈 虽然竞争这么激烈 不过由于楼价升 平均每宗交易的佣金 亦都比以往增加 陈永杰说 不排除仍然有新血加入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